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不要写太长的东西 但也要写一下 没理由只是休息 所以就设计了一些简单的东西 给大家写一下 这是一本 类似现在的金句集 大家知道金句 金句黎明那些 那些 不会凶土吃早餐那些 那些金句 醒世的 名称事代比较多 之前没有的 论语和慢词都有些金句 但那些是不闻就就的 我感觉上不太贴地 有意思的 不要再 继续 那就 比较有意思的 比如说给个例子 大家知道唐诗 宋词 是吧 圆曲 名称 尤其是清 小说比较多些 除了小说 有一些这样的 金句 警势的杂 文句的杂 比如说 有 这个 蔡真潭 幽梦影 或者幽梦忍 也有一个维路夜话 全部都是一些比较 句子比较清新 小清新的东西 那 其中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那 是不是有问题 其中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我希望就给大家写一写 简单的 预意深长一点 那这篇其实不难的 难就难在 它有很多字重复的 可以啊 那些腰那些 我自己本身来说 就不 不是那么喜欢把那些字 写到太过不同样的 它有要求的 就是 你譬如说 难停罪 整个二十几个 知字 知父者 有个知字 王熙知 即是个知字都不同样的 那 那有些人写 欧阳修的最庸庭记 里面有二十一个也字 又是那个不同样的 但是我感觉上来说 我自己个人 就比较喜欢统一点 我也都知道会闷的 但是我喜欢齐心湿的 那 但是出稿了 希望大家就不同的款都写一下 所以我写了不同的款 其实都 不是说差很远 可以了 腰 这几个都是腰子来的 样子差不多 那 那先解解 这个是幽梦影里面的 张嫖 清朝的人 很有文彩 写东西都很厉害 好像考试运不太好 很多古代的考试运的人 做了官的人 文章都不是特别好 文章好的人 都是做官做到邓东姑 考不了 琴不到帝 这样 那 这个 艺画 这个艺圆艺的意思 有制造 创艺的意思 艺画可以要蝴蝶的蝶 可以邀请碟来 碟就会来 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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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做些假山 做些石头 堆砌出来 那些云就会来 古代很有趣 不同 现在 我们科技进步 知道云是水上升 冷凝了 变了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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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的水上升 天哪里 这种药 药 是在山洞里面 所以药是云无参而出入 暗如明 亦有一句 欧元秀的最终情记 《日出而临禾开》 《云归原牙如明》 即是那些药 是会回到山洞里面 日头再出来变成药 药 就是药 药 药 药药 药药 药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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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山中,云森不知柱 听过了,是吧? 重泰民同,自然施采,云森在山中 云森不知柱 就是这样的意思 有这句说话 还有就是白云森树有人家 听过了,云上寒森是石敬斜 白云森在哪里,在山上 所以你这些石头,云就会来 再重的又是 种一些松树就是峰会 我们要重丰重丰重丰 重丰和峰一起说 沙沙声 鼠水有瓶,这个不难 池塘,水池 有这样的池 有水就有瓶,浮在上面 你没有水怎么浮 竹台 这个是台湾的台 这个是正体写法 可以腰穴 起到高台,把走腰穴 种椒 中的椒 这个是峰椒 可以腰鱼 有几种植物和鱼有关 第一是峰椒 鱼打峰椒 第二是荷叶 秋阴不散伤飞满 流得残河听雨声 李湘有名句 荷叶是大块的 还有什么是大块的呢 不同的 手掌那么大 再大也有 不同的更严に小 在《鱼粮》里面有说的 不同的叶 所以这些叶 都是大的 种椒畜 你才会听到雨声 就是要听雨 巴椒听雨 最后是直楼 直楼松树 它表面上是指你如何把自己的家附近的会所做得好 下面那些美的东西 其实它隐喻的意思是深长的 第二个层次就是 所有这些风雨、雨云、碟蚕那些美的东西 理论上不会自己来的 是你靠自己的劳力伸腾地去种东西栽叶 然后环境美好它自然会来 那它的隐身含义是什么呢 这些可以挂在家的 就是说 如果你要在人生之中得到这些美好和幸福的东西 你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你不要去追求 你做好自己那些东西会自己来的 举个例子你想有个好老婆 你自己做一个好男人的老婆就会来的 那些女儿也会来的 你想找个好老公呢 你检检点点家头世母去收拾一下 你觉得持家有道 那些男人就 那些男人就 自己做得漂亮一漂亮 那些男人就会推过来的 那些正常的 你要大公司找你吗 你把书要漂亮 你读多些书 不要常常想罢货 还要不再做修照 那么如果许多年轻货 也不太多 fic刀 你自己修心养性 ��订多些 确定酷 你自己可以植一下 呀 你自然围起来的那些男人就会来点 反而这些 所有这些店和干部 好的东西 理论上来说 这些帚 不是主动去竹 你竹是没有用的 你竹是竹 竹 竹 竹竹 竹竹 竹全竹 竹竹 所以最重要的是先做好自己的本份 質素高一點 你追求的人生或者生活上的美好的東西 自然就會來 被你吸引而來 是這樣的意思 也挺好的一篇東西 大家可以試試寫一下 我先寫一些比較麻煩的東西 那些河和耳 如果簡單來說 分兩組 第一種是橫滑和口是很清晰的 你可以用短一點 可以用長一點 橫滑不清晰 或者橫滑都清晰了 下面的口字不可以這樣 或者簡單一點 橫滑都沒有用點來表示 這些全部都是比較多的變化 河字呢 還有一個異字 異字最簡單 最直接就是這樣寫點 它是這樣的 是嗎 你將這個短一點變成這樣 甚至乎這樣 都是在這幾樣東西裡面的變化 這些全部都是類似的 不過簡單 大家做的時候練熟它 可以有粗幼的 有粗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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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 再來 U字 八字 加一個方字 先寫這個勾再落 再來 再來 好 好 可以寫簡單一點 白折這樣一個圈已經可以了 下面也是 上 這個 簡單一點 再寫一個草書的樣子 再寫一個草書的樣子 你這樣的時候 如果寫這個 就不適合了 它的樣子不好看 你會怎樣呢 這樣做 所以 變化其實是有的 問題是你自己熟不熟 變多幾個 譬如說 你的八字 可以按 幾個變法自己可以揣摩一下 稿給了你 寫一寫那些字 藝花的藝字 我寫的時候 其實是將它 上面 簡化作為兩點 一橫 當作草花頭 一寬下來 點 另一種寫法是這樣的 先寫這個 一橫 都可以 花字 碟字 從字邊 有幾個尺寫的 你如果寫三個幼 我之前說過 三個肚子 三個厚 細緻 都是用這個符號 所以你寫過 外面不過去的曉字 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意思 再來 再来,再来,再来,是女字 宝女的女 一栋先,先一栋再写这个 有什么好处呢?现在看到了 一环,第二环,过来 这样 可以腰昏 写那些我不太写,自己回去看看 灾节 两点 这个是贴紧一点 贴紧一点 重折 点 顺手,戴上去 蜂 蜂 柱 水 水 其实这个可以不要,这个很轻的 你可以这样 平折 很多人坐在那里怎么写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写法是先下来 踢过去 中间可以断的 三点水 再来 再来 捉 弓字 踢上去 停一停 点 饼 杆 台字 记住它的口在外面 它是鸩字 写那个鸩字 再写一个字字 所以这个字字 真的已经这样过去 这一点是哪? 粥 椒 4点的糊粑 可以夭乳 直扭 扭字 不知怎样了 你当作一个八字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是这样过来 这一下就是这样上 这个柳子可以腰蜆 所以有人叫柳蜆 柳蜆就是这样的意思 虫子边是这样写的 可以加一篇 简单单 四十多个字 还有重复的字 让大家可以 玩一下 一个星期 给大家打蛋 让大家试一试